请收看2014追根溯源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 我们第三位请的是法谷大学的曾校长 各位都知道是法谷大学他的名号 他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曾校长要来初探 我们混言师父他的世界和平的建构 今天他的题目是初探 初探将来一定有再探 将来一定还有深探 还更有旧探 所以这个更是又符合于刚刚所提到的 周延而正确的认知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给我们 从初探到旧探 让我们走得更稳 走得更好 我们请曾校长 谢谢 火炎师父 杨院长 还有我们黄教授 还有王会长 还有我们 袁信恒 袁院长 我们自身的院长 各位我们在座的学者 以及我们中门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早安 刚才陈墨杨院长一些提示 让我今天也是可以把这个题目讲得快一点 但这个题目甚至不太好讲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 完全是呼应 因为杨基东 杨院长说 火炎师父是意志行者 黄教授说火炎师父是世界和平的推手 我这篇文章 继续要证明 他们这两个讲话是真 这个就等于说 我们在《学习论文》里面 先建设一个假设 叫hypothesis 有了这个假设之后呢 我就下来推论 这是第一点我先报告 第二点呢 可是火炎师大家都很清楚 思想非常博大今生 维心中的事业广大无穷 你怎么去探它呢 怎么去研究它呢 因此我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架构 谈方向 谈原则 第二个呢叫粗探 因为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题目虽然很大 但是我们可把这个范围 qualify到一个非常颜色性的 那么这个粗探性的 如果将来还有再有时间 我再来续探 什么深探 那是以后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说明 从一个论文的研究者 写作者 应该有这种态度 有这种说明 那么写这个论文的架构啊 因为是火炎师傅 火炎师傅终其一生 三十年来啊 以一斤风水 不亦残疾 两者互相为用 而后呢 直指人心的烦恼住 直接对人心的烦恼 所以因此解决这个烦恼之后呢 自己挤安 人安 后来的家安 后来的业安 最后呢 社会平安 而是以心作为核心 它在唯心中 前面三个都是叫破题 各位 我们现在分为六项 这六项啊 二十分钟是绝不可能 这文章是一万多字 各位如果有 那个文章 各位可以看看就可以了 我先请用第一个 我说 禅师修道 行道的缘起 这很简单 早年的生活经验 如果我们也就一个人 早年很重要 混人禅师 早年是修测量的 各位 一个修测量的人呢 他对距离 方位 跟整个地势 非常的重视 有敏感性 对地形 地物 山河变化 有敏感性 好 他在明国六十二年 因为自己开了测量公司以后呢 曾经有一天到乌日去测量 因言巧意 所以碰到一个邱老先生 这个邱老先生在我个人看来 可能是混人师父的启蒙老师 因为他从他那里有两个计划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邱老先生告诉他 我们看到好风水 应该告诉别人 让别人生活得更快乐 更平安 第二个呢 我们讲一定要讲正法 这次混人禅师想要讲正法 各位我们看这个经验 这种气色的启蒙 对以后 混人禅师 我相信有很大的影响 各位民国 七十一年以后 因为姻缘呢 由台湾祖师 跟观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是 像佛就修行 又获得了 这个王禅老祖的 空间传法 因此而后呢 从事有三十多年的 弘法立身 这是他的早年的经验 第二我们看 一个传道的人 必须要有 基本的方向 有基本的道场 有基本的主张 所以是他设立违心中 万法违心 很重要 所以创立违心圣教 推崇王禅老祖 鬼谷三世 作为教主 法连师父讲得很清楚 他说 违心中 是以义经 为法源 那么 融合佛学 跟道学 以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为本院 是在我个人看法 何人禅师 他是以佛学为本 并且赋予儒学 和直通道学 所以儒道学 我个人认为 他三修 而是以佛学为基础 直奔道学 这样的弘法 跟主张就非常的宽广 引用 结后就非常的顺畅 违心 一切心呢 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所以他非常强调 五根 六根 比如说 眼耳鼻 身 瘦 足 跟义 比如说我们眼睛看的颜色 鼻子所闻的就是 这个味觉 耳朵所听的声音 我们任何一个人 受外界的污染 各位想想看 离不开这个六根 所以因此 佛人才是如何来避免 这个六根对人的一种感染 他主张 心要空 所以空心 这很重要 这个是原因 我们这个佛教金刚经 一部五千多次 跟老子道德经一样 可是他所有 佛经当中的一个基础 讲的就是一个空字 空字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运作如是观 跟早上的露水 跟闪电一样 一下子过去了 梦幻泡影 这是空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火人才是非常地注意这一点 但一个人这个心头怎么安呢 经常受到外界人事现象的影响 所以他特别推崇 王禅老祖的八宝心法 鬼谷子的八宝心法 各位这个八宝心法 看起来是非常地简单 可是意涵 我个人看为是非常地有意识 来者不惧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 不可勉强 有缘则度 有德则住 皆顺天理 事事如意 各位啊 任何的心理或烦恼 都是来界外面的一切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干扰 如果不受干扰 一切要顺其自然 随眼但是不要攀缘 不要攀缘 那这样的话 大家心里就过得非常地自在 这我认为很重要 所以各位看 以万法为心 为体 以八宝心法为用 体用合一 兼并 所以左右前后 就非常地畅通 第三个呢 这比较难的 我想简单一点 一金八卦 以天日合一 各位啊 我不是学一金的 你今天怎么讲一金呢 各位 我想从下面这几个方向来 给各位简单说一下 一金呢 传说是七千多年前 福西市 我看你 他说啊 这个 仰观天象 日夜 日夜新陈的移转 风雨雷电的交错 复插大地 木鸟 草木鸟首 生长成长坏衰 以及三河大地的变化 各位看 上观天象 下插大地 好了 各位看啊 他的结果 他就从空间的观念 他把上观仙象 下沙大地啊 把他奉为八大类 就是八卦了 来源八大类 那八大类呢 非常的清楚 譬如说 天地 雷风 水火 三沙 换成八卦呢 名称呢 叫全坤 郑逊 坎离 梗队 好 这是空间 那么 从 这是静态的 从动态观点来看的 他们彼此之间呢 是会互相在 冲击的 冲击的 所以冲击的结果 好了 很简单 自然界的整个 万事万物的现象 就从这里来产生 产生 譬如说 我们常常讲 就很多 有时候呢 万事变化 人事现象 沉住坏空 尊荣包含在八卦里面 在去年 三月二十八号 隋同师父到 云梦山八卦城的时候 其中啊 我特别跟 我们中文的 研合法师 谈的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八卦 我们很像的 今天我们 电脑的那个 亚素党 亚素党 你现在又怎么 把这个亚素党 开出来 就整个可以看见 八卦当中啊 整个的人事现象 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2004年呢 大陆有一个中国文化会议 参加的有一个杨振宁 德国诺贝尔物理奖 他在会议中发言 他说为什么我们近代科学 发生在西方 而不发生在中国 他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中啊 比较缺乏 归纳法 比较缺乏 研译法 会有归纳法 他特别举意经就是个例子 他意经只有归纳法 没有研译法 各位我们看 多少是一等道理啊 我们八卦 就是各种归类 归于八大类 当然这个发表之后呢 在大陆学生界 引起很大的一杀 骚动 但是各位我们从这个来看呢 大理上就在这个八卦 是这个样子啊 现在天人合一 我们这个天人合一啊 它必须有个假定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如果不了解天人合一怎么来啊 后面就很难解释 假定说我们 以前讲到 他说 亦有太极 各位太极 生两余 两余生四象 四象就是生八卦 所以整个我们地球怎么来呢 从太极来 你我 整个自然 从太极来 所以整个我们人生 在自然界的整个现象 都是从太极来 同意 从这边来的 虽然我们分出来 你我东西南北 但是基本的根源是在太极 各位 这个是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 如果能够把这个理论掌握住了 我们中国文化大概就了解了 为什么叫天人合一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 就是我们人体 是个小宇宙 大自然是个大宇宙 大宇宙跟我们小宇宙 如果相通的 就是极 就是顺 这种不相通的可能就是凶 就是顺 不顺 不顺 所以天人合一 小宇宙 大宇宙 这些观念 都是从太极这个观念来的 所以各位来之后呢 各位我们到底看 就可以往下再来看 知意跟行意 意见的八卦 是非常复杂 所谓 我们常听到 其大无外 其细无内 无内 但是呢 我们又怎么能了解它 因此呢 这个明代有个大儒 叫王传山 王夫之 他特别提到 他认为宇宙外物之间呢 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可以遵循 这个规律叫什么 叫做道 就是我们讲道理的道 就是这个道 你能掌握这个道 就可以掌握到 整个宇宙的变动 什么叫道呢 就叫时 时间的时 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就对了 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就对 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最差 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也不对 所以因此 这个道 就是时 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就是 汤污革命 顺服天 应服人 就这个道理 所以各位 从这个角度 看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大体上啊 就晓得 天 人 合一 个体跟自人 整个融会在一起 各位 我们在这里 特别引用 中央研究一个院士 李一元 李教授 他有一段话 我为了念 怕念错 所以我特别 叫他这话来念 林一元院士 以和谐的概念 来说明 中国人 有关 仆役的概念 他说 中华民族 宇宙观的 基本概念 在和谐 包括 自人系统 时间与空间的和谐 有机系统中 内外需求的和谐 人际关系中 人间关系 和人与超自人 关系中的和谐 其中 他说 时间 又分为 私时跟公时 所谓公时 就是我们整个 大自人界 它不断停着 一定往前进的 这个公时 私时呢 就我们每个 自己的时间 我一般呢 就是说 叫做八字 八字 就是命 公时跟私时 有一定的 配合的方式 配合得当 就是和谐 我叫急 配合不当 就是不和谐 就是凶 急凶的过程 就叫命 他说 命呢 是先天不变 因为呢 是后天可变 可以掌握 所以因此 我们追求 这个私时跟公时 和谐 就是一个急 所以因此 李彦氏 他所提出的 私时跟公时 会想结合 就是跟我们 已经讲那个 十 完全相配合 接下来 我们想 一经风水 我想 刚才我们讲 前面讲 天人合一的时候 各位 我们就很清楚 各位可以看出来 我们人跟整个 大自然界 就是同一个来源 所以因此 我们对整个 风水的看法 就等于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因此 我很佩服 黄教授以前提到 说我们如果 把环境伦理概念 套在我们 一经风水的话 对我们今天的 环保观念 一定是非常 有力来推动 因为你不做环保 就是你不做你自己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好 那么 再下来呢 那么 后面我们前面谈到 这个 鬼谷子的心法 今天鬼谷子 这东西谈得很多了 实际上鬼谷子的心法呢 最主要是它什么 应用在一些 我们人世 跟自然的现象 把这些现象 用很简单的一个字 来提 还是时间的问题 时机的问题 就是配合 该开就开 该合就合 开合得宜 就是合十 所以因此呢 《鬼谷子的心法》 当中还是 一经配合的 十把它相结合在一起 各位我们了解 上面之后呢 第四个呢 我们看 火源禅师这个 红法立身 这个呢 我想黄春之黄教师 已经讲了很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不必要多书 但是我们特别呢 讲到两段话 我想跟各位 稍微做个分享一下 一般宗教 不能合宗教派 大理上强调什么 信解行愿 一贯 其中的行 应该是实践 就是行其所信 但如何能使信众 来实践立行 必须使信徒们 了解他所信 因此这个解 就别得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以 信解行愿 来分析 火源禅师 三十多年来 红法立身基稳架构 在解的方面 着力非常多 这是当者的事情 因为破译禅记 以风水学 必须先解 而后知 因知 才能够行 这也是他 红法的特点 但是 很多行的方面 刚才 黄教授讲了很多的 我想我们就不要讲 我们只是把解呀 从教育制度建立 跟这个教育 吸纳这个多元 等等的 我们曾经跟各位 稍微在文章上 有这个写法 我想我们就不必再说 但这一点来说呢 我们就 有个小小的结论 我们看火源禅师 上面所说的 红法立身的解跟行 他重在交互来运用 宗教团体宣讲 解一行呢 很难戒人分开 解中有行 行中有解 这等绳子的两端 两者中间呢 戒线合在 很不容易划分 火源禅师 以不易残疾风水 红法 勿求实学实用 兼实证 以达到 安己安人 安家安业 安社会的合称 无安 而以安心为要 来推动世界和平 因此我们从上面 无论是理论的 无论是实物的 互相 说火源师父是意志行者 师者何必的推手 应该是有证据可言 这是第五 最后一个 我们为什么提出一个天行见 君子以自想不信呢 这是我们仪教思想的核心 这个意境 就是我们任何人 无论是天时地利在和 但是还是要讲究 我们自我的修行 尽得修业 这个就是所谓 前观里面所说的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信 坤卦所说的 帝是坤 君子以厚德待物 凡此 注意招式 应秉持 天地之大的 智德越深 智德成己 成人成物 以文化化成天下 使物物相感通 因此我们就感到 刚才杨教授特别提到 这个上善若水 《道德经》第八章 老子也讲过 天地无亲 常以善人 所以因此 我们从这很多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 这个 疫情当中 各位可以了解 有很多预测 只是教人家 看清形式 并提供见言 至说做得到做不到 还在于人的一个修为 挂跟摇 里面充满了淡书 什么叫淡书呢 就是你必须要全部做到的 才有往后的一个结果 火仁师父 红法的时候 最常讲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第二句话呢 要以物来引物 以外界的环境 来引起你自己的觉悟 以物来引物 这是火仁传 这就我所了解 他红法的时候 常常讲进来 有智慧 第二句话 以物来引物 我想今天我们 谈到追根溯源 是在和平 各位 追根溯源 我们论语有一句话 说 这个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圣中追远 就是追根溯源 明德归后 明德如果归后的话呢 各位 世界和平就来了 我们代言 以这个来跟大家 来共勉 谢谢 曾校长原来的题目 下面一个小标题 从逻辑思辨的观点 我们想他出探 希望以后能够再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